我们来给大家出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社区里做的一个调查 我前面简单看了一下 几乎是90%左右的我们的朋友的答案 全部是错的 我们的问题也就是 最早真正封禁国际版TikTok的是哪个国家或地区 正确标准答案是什么呢 是中国大陆 虽然我们前面看到印度巴基斯坦都有封禁TikTok 香港也封禁 但是最早封禁的是哪里呢 就是中国大陆 或者说TikTok国际版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上过市 或者说正常的大陆人是根本就用不了国际版的TikTok的 大陆人只能用的东西是大陆版的抖音和国际版的TikTok 是两个版本的内容 或者说它的内容是截然不一样的 这也是国际版TikTok要说封禁大陆封最早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上过市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是吧 只有大陆是不能用国际版TikTok的 大陆人只能是玩玩抖音的